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如意传的女主角如意,因为从冷宫出来之后, 也并未像上一任宫斗冠军甄嬛一样大杀四方, 而是还保持着对皇帝的爱,对人的善良。 所以,如意老是被观众嫌不够黑话, 但是后期的甄嬛活得清醒, 是因为她已经不爱皇帝,而只是利用皇帝。 如意深爱皇帝,最终害死她的也不是魏燕婉, 而是皇帝的猜疑。 如意在冷战之后和皇帝的几次骂战, 每一场都是锋芒毕露,气场强盗压着皇帝。 咄咄逼人的气势,是因为爱的痴迷, 也是因为心理坦荡。 而在最新的预告中,如意开始直接对皇帝, 表示是皇帝刚愎自幼,薄情寡性,自私虚伪。 观众骂扎龙千百次,不及如意骂一次来得爽啊。 而且如意更是表示,做皇后作业烦了,不想再忍了。 看到这里,还嫌如意不够黑话。 直接对皇帝,感羞夫的皇后还有谁? 这里夸奖一下周迅的演技,第一次因为寒香。 如意自始至终都没有输给公斗, 打败他的不是妃嫔的算计,是皇帝的不信任, 是他对爱情的幻想。 如意最终的悲剧结尾,是对爱情大梦初醒的悲凉啊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承着宜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承诺认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承诺论。